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东章西望 今天香港有9宗本地感染病毒 当中5宗源头不明 繼平石的觸點之後 佐敦的新發茶餐廳 和石門的蜂窩雞煲也有人確診 衛生署呼籲 七月初去過以上餐廳進食的人士 如果覺得不舒服就要儘快求醫 好,我們看看今天的情況如何 新冠肺炎再次在社區爆發 今天本港新增九宗本地確診個案 其中五宗源頭不明 醫院診所都有初步確診個案 甚至老人院首次出現確診者 多間學校自行停課 人心惶惶 疫情會不會再次在社區蔓延呢 昨天有至少七個個案 當中好幾個個案都集中在黃大仙區 其中一名正是早前平石村 竹譜師傅的同事 一間食市員工食客齊齊中招 不禁令人懷疑 他們的衛生環境是不是很惡劣呢 有時候他們拿水,手指都泡下去 但他們平時有沒有戴口罩? 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 裡面有時候我看見也沒有戴 收錢那裡其實多了一塊膠板 其實是後期加進去的 我都覺得還可以 你不戴口罩就有一塊膠板頂住 但如果你這樣爆發出來的話 其實也會害怕的 今天平石村再次有衛生署的人員 來派發胸後退役樣本屏 今天早上我們八點來到發現有三條隊 不過市民都一頭霧水 不知道排哪條隊好 三條隊伍分別為提交樣本屏 已登記提取樣本屏 據了解今天將會提供過千個樣本屏 派發至今天六點 昨天九點多來到 已經沒有了 然後安排真的很差 怎樣差 又沒有通知 叫我們離開 然後今天 後來可能又說有登記了 今天來到那邊又說登記了 這邊又要重新登記 我本身不是住這裡的 不過我每個禮拜都會跟小朋友過來 附近玩 一定是在這間竹餅裡吃 我八點踏二、踏三到現在二十分鐘 動了一條柱 今天這樣的話 我看怕至少要請半天 三條隊 但你有沒有劃分 究竟哪條打哪條 可以逐個問 那就會有一點麻煩 現場至少有過百人排隊 登記處也由玉石流地 從地下大堂搬到戶外 剛才他叫我們出來 是不是這裡的空氣流通一點 跳得比較快嗎? 好像差不多 到了九點半 提交樣本評的隊伍 約有五十人 又街坊說排了半小時 雖然不算快 不過人多也沒辦法 新增確診個案 也包括一名住在 慈雲山護佬中心的85歲婆婆 今天早上 中心外未見有衛生署人員 前來清潔消毒 我拿東西給我太太吃 她還沒出問題之前 就拿到南巷 出了問題就不行了 以前也不用戴口袖 當然戴口袖 今天早上我問過他們在裡面做的 我說你們老人員有甚麼 惹到官司 甚麼 他說不是 一樓二樓沒有 下面那邊而已 是誰回答你 是他們的工作人員 職員 我直接問他 我直接問他 即是你問上面 不是 他搭電梯下來 我直接問他 其實他會有些安老院社的員工 使用永發大廈的升降機 比較擔心是裡面有沒有一些員工 因為始終都是密切接觸者 裡面的人手 照顧老人家的安排會是怎樣 其實現在全部都不清晰 我現在問了醫管閣 問了食環處 其實都沒有任何一個明確的答案給我 那護腦中心那方面 有沒有說要怎樣處理 暫時我都沒辦法接觸到他們 中午時分有一名發燒的婆婆 被救護員從護腦中心抬出 消息指 院內有另外兩名長者初步確診 黃大仙區也有一間中學 一名中三的學生初步確診 中學發出通告只收到家長來電 一個中三的學生確診新冠肺炎 屬竹店群組為其中一名患者的兒子 教育局建議該校應即時停課 以便進行消毒 不過今天我們也看到有學生回校 知不知道那位同學初步確診嗎 知道 是嗎?現在學校有怎樣處理嗎? 沒有,不怕 為甚麼? 因為自己也做了很防疫的措施 也害怕的,害怕被傳染 那你認識那位同學嗎? 認識的… 初步確診那位同學嗎? 認識的… 同班同學嗎? 是同班同學 是,今早上學校是… 接著呢? 接著學校… 接著學校叫我們回去檢查 放學後就通知我們 但誰通知,WhatsApp還是… WhatsApp… 但誰通知? 學校的老師 教育局也建議學生應該跟家長相討 求醫並且進行病毒測試 政府公佈了第三批 可以領取工資補貼的僱主名單 但當中竟然有超過150名僱主 他們受薪員工的人數是零 由於僱主已經承諾 將這批補貼金牙支付員工的工資 所以有關公司必須請派一批新的員工 否則政府會拿回不錢 有良出的僱員當然開心 不知道今天放榜的同學 你們的心情又是怎樣? 小六升中派位今天放榜了 五同學每個坐定等候派位結果 在老師的手上接過通知書之後 緊張了那麼久的同學和家長們 終於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了 派得第幾次元? 第一 會否說回來怎麼慶祝還是怎樣? 今天晚上出去吃飯 對, 還有爸爸 第二 第二次元 其實是否也是自己心儀的大學校? 對, 十分心儀 我只想選第二次元 選好的學校給他 考學第一次元, 有同學喜極而言 不過開心的除了學生之外 還有等了這一天很久的家長 他們也難掩興奮 忍不住讓兒子一個心情擁抱 考學第一次元 哭得這樣? 為甚麼選第一次元? 校二就好了 謝謝老師 老師給了很多提供給他 不過有人歡喜就有人仇 有同學就在大室預算 考不到第一次元 打算之後立刻趕到學校購門 希望可以得到多一個機會 這間是第幾次元? 不知道, 沒光影了 因為心目中不是想著這間 現在去扣門 去不到心意間學校 還是有點失望 這次有接近54,000名學生 參與升中派位 在自行分配學位 和統一派位的階段 已經有七成七的學生考學首志願 有九成的學生還考獲首三個志願 這次放榜成績真的很好 我們有93%已經派到頭三志願 對於一些有扣門的同學來講 會有甚麼建議給他們? 走路線是最重要的 因為可能要去他最心儀的 或者他自己最有機會 最有可能性 會先收到自己的學校 第二就是他要帶齊他的文件 學校的推薦信 他們自己本身的成績 小朋友自己準備甚麼? 就是自己的自信心 自己怎樣去表現自己 因為可能只有一分鐘 或者幾分鐘的時間 去回應幾個問題 我們去過幾間中學看過 見到陸續有家長帶著學生來扣門 手上當然拿著所需的文件 有地區的熱門名校 校門更加有不少的學生排隊等等的日子 我們扣一家 原本是自己的第幾志願呢? 第二 現在還未面試的 現在先交了申請表 他就會再通知你甚麼時候去面試 放鬆點,叫面試的時候 而且還是那句 不想給他那麼大壓力 不開 好了,有位網民免費 是,轉成了一部電子琴 給他一位女街坊 但誰知道在交手做了幾分鐘後 對方已經把琴賣給收買佬 其實這件事有點尷尬 女街坊說他拿了琴回家才發現 琴太大,家裡放不下 所以就決定賣掉 希望他這樣做 就不會破壞他們倫理之間的信任 隱喻之間不僅要有信任 還要有愛 我們分開了 劇集哪一聲我愛過的人進入結局篇 昨晚Laura和姜師傅提出分手 觀眾心都碎了 今天劇集宣傳一眾演員率先劇透 姜師傅,你怎麼辦 你又要處理感情,又要處理她的人 我本身有很多事情處理 所以你不用理我,我習慣了 我習慣了去收拾爛攤子 但結局之前好像我們是被處理的 是嗎?真的嗎? 會有人受傷 會有人受傷 又會有人有些不太好的事情發生 所以希望大家密切去留意 古希神和書文情深一吻之後 夫妻依然有重重難關 不過sweet的場面依然得到觀眾給我們贊 也有些影片給我們 對,很多 大家可以給回家 觀眾很踴躍,謝謝大家 謝謝… 麗媛,你怎麼樣? 你的感情怎麼樣? Sabrina她…她一向都說了一句 她要的是男人,不是男朋友 所以她有千千萬萬個男人 但是劇情到最後就很厲害了 她終於可以找到她的真名天子 那那個真名天子是誰呢? 是誰呢? 那就要看了 朱炳知道Laura女死爸爸 弄得要離家出走,傷透Laura的心 還有,為了報仇甚麼都做得出的 Edan何時才肯收手呢? 我看的時候,我都覺得 有否可以生性一點,朱炳 其實她也是一個正直青春期 面對很多感情問題 然後家庭問題 所以其實她自己也是很困難 即是接下來的集造 希望可以和她好 Edan呢?你何時才肯捨得收手呢? 大家要真的看下去 因為我自己拍的時候 我覺得結束是不錯的 大家都會為自己珍惜的人和所做的事 會有一個交代 歡迎回來東張西望 近年有不少的發展商 都興建一些立賣樓 不過有地產專家就說 立賣樓的面積真的太小了 隨時有機會會爆煲 其實一向都有些批評的聲音 說我們現在的賣樓越買越小 不過沒辦法 大那些很多人都買不到 買到的就只有這麼小 唯有先上車吧 香港人的生活一點都不簡單 不過就算我們多等錢 花在這些情況當中也好 那些偷騙拐騙的事 是絕對不可以做的 正所謂不熟不食 一場親戚送一樓給你當報恩 但這些甜頭都只是一個局 這次信錯了親戚 自己搶別人家裡得惡人 我信錯了人,我現在很後悔 受害人周女士錯信親二哥一家 聲稱會送一層過千萬的新樓 給自己當報恩 但怎料反被二哥一家合謀夾計 騙了幾百萬的血汗錢 周女士在家中是排行最小 她和二哥感情特別好 在三十年前 申請二哥和嫂子 從內地下來香港團聚 之後還在香港生了女兒 細妹周女士對她們一家無微不至 更是有求必應 她叫我妹妹 妹妹,你相信我吧 你要報答你的嫂子、二嫂 她真的買了一層樓給你 然後我說,你有這麼多錢? 她說,對,我們投資回你的 我現在戶口也有現金一千七百萬 她說,我不買這麼貴 我根本是供不起 我說幾百萬,我家裡可以 不要緊,你最便宜 最低的都是一千三百萬至四百萬 在那裡遊說我 千算萬算也算不到 二哥一家竟然是精心補儲 不謀策劃一場買樓報恩的大計 他們為免夜長夢多 決定快刀斬亂嗎? 上年五月中 趕快帶周女士去到將軍澳看新樓 頂樓連天台兩房一廳六百多呎 樓價是過千萬 簡直是不少人的dream house 他們看完示範單位 他們立即博取到售樓署簽署 臨時買賣合約 二哥是早有準備的 真金白銀拿了十萬出來 用作是訂金 兩天之後 二哥再多拿樓價的半成細訂出來 還開了將大約五十八萬的支票 總數六十八萬多,完全交足氣 自主連臨時買賣合約都拿到手 整棟過千萬的樓都只是近在止尺 但誰知道 這拋磚引玉方長鮮釣大魚 完全是博取到周女士的信任 之後周女士曾經多次向二哥 索取買樓的相關文件 但對方就詐詐詐 只是發了自己雙屬律師樓的文件資料 又說已經交了買樓的細訂 和九千多元的律師費 但從來沒有提供過買樓的文件證本 本身有物業的周女士 如果再以他的名義 買入將軍澳單位 就需要給雙倍的印花稅 然後他說我們買第二層樓 要付稅,要二百多萬 他叫我拿五十多萬 之後他說自己投資失利 然後叫我再拿二百多萬 前前後後他拿了我三百多萬 在中途就這樣說 然後叫我不停在那裡遊說羅傳 是,你先就付了五十萬 是 他說是印花稅的東西 是 然後你又肯付他 是,我相信他 我不知道自己人,誰會騙 他這樣說自己買了兩層樓 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這樣,周女士跌入圈套 多次把大筆的錢 直接傳入二嫂鏡銀行私人戶口 但怎麼會猜到 最親最信任的二哥 在二哥給出來買樓的錢 除了繳付了第一筆十萬的訂金之外 其餘小訂等等的數目 通通都是兌現不了的 結果二哥一家,刀仔鋸大樹 輕易握走了妹妹大約三百五十萬 周女士越想越不對勁 於是向二哥委託買樓的律師留查證 誰知道揭發有人早就取消了 這一宗買樓的交易 而原本想在將軍澳買的那層樓 也在去年七月三十號 已經被其他買家以一千四百萬買了 接著我打電話去律師樓 問他為何不合索我的身份 突然有人打電話取消 為何不通知我 感覺好像很兒戲 律師樓取消買樓交易 其實有沒有通知周女士 我們亦打電話去這間律師樓了解過 我們是東張新網打電話的 這個我不會回覆你了 如果你是傳媒 因為我們這些和客人的資料 是保密的, 不好意思 明白, 但其實是想問 如果你收到客人的指示 一般取消交易的做法會是怎樣的 不方便回覆你, 不好意思 謝謝 二哥一家騙人錢也不止 還傳信息給周女士 理直氣壯說周女士才厚顏無恥 要自己還錢 淡得無厭 還說一毫子也不會施捨給你 簡直是惡人才告狀 一說起錢, 連親人也無情說 雙方反目成仇 我通過我大哥做中間人玩他 然後很累師父 他怎麼跟我最大的大哥說呢 他說我年輕坐牢 一元也不還給他們 想著自己人哪會騙我呢 我根本想不到 弄得我們現在整家人 精神有點問題 我自己每天都睡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 加上現在我投資了 給他三百多萬 我們很辛苦捱回來 加上有些裡面的錢是別人 我會給別人借的 周女士上年九月去了中區警署報案 不過到目前為止 警方調查一直都是沒有任何的進展 我們嘗試打給二哥一家了解事件 不好意思, 你打的電話號碼已經停止使用 我們嘗試聯絡騙圖一家 但他們的電話都是停止服務 當錢一握到手 還不三十六計, 走圍上穿什麼 騙圖一家從此人間蒸發 想找也找不到 有消息指, 二哥、太太和女兒 在今年一月突然離開香港 而在五月初 二哥還將將軍澳租住的公屋單位 退還給房署 據了解, 二哥在香港也沒有其他物業 我們也去過二哥曾經租住的公屋單位了解 發現單位門口貼出告示 指單位在五月中進行翻新工程 郵輪居指, 見過有人上門向周生一家追責 上一陣子在牆壁堂裡有特帖子 欠人家錢要還錢 之前有人在牆壁堂裡追責嗎 有 我經過那些飛仔 都會走到我們那裡來追責 鄰居還帶我們到電梯門為止 牆壁堂在這裡, 牆壁堂在這裡 牆壁堂在這裡 你練過很多次 我練過很多次 對, 練過很多次 之後還有一封跟二哥和明瞳 姓跟銀行借貸信件 究竟二哥一家是不是因為財務問題 而向親妹妹周女士下手呢 網上也有人指控二哥的女兒欠債不還 假裝純情小綿羊, 但實際是一個人魔 還歷數七宗罪 包括聲稱向朋友和他家人 說要投資騙了百七萬 二哥一家不惜犧牲親情 為了錢錄親不應 有可能牽涉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叫串謀詐騙罪 究竟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人說一些謊言 或者說一些失實的事 我看這些文件 他聲稱他自己買了兩層私人樓 但現在事實擺在眼前 他根本沒有能力 也沒有買過兩層私人樓 這個失實的陳述 正正就是一個詐騙的元素 他根本沒有做其中一項 現在涉案人士依然逍遙法外 究竟周女士可以怎樣追討損失呢 第一個行動就是凍結了某人的戶口 因為有錢進了幾百萬 進某人的戶口 現在進行一個凍結是需要的 因為如果你不盡快去凍結 然後人家就可能將錢移走 第二件事就是 警方立刻要發出一些拘捕令 因為涉案裡有很多人在 有些人可能離開香港 有些人可能準備離開香港 如果有一個拘捕令 就可以盡快把一些人吃出於法 日本近期興起了一個 叫做不買日的省錢方法 每個月有十天內不會賣東西 有太太指示這個方法 一年內幫人省了十多萬港元 除了賣少一點之外 也可以買得精明一點 例如等一些有雙倍積分的日子才買 又或者等信用卡 或者商場做推廣的時候才買 隨時可以賺到不少禮物 其實這些是什麼省錢方法 香港人買東西 一向都是這麼精打細算的 是不是?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跟大家登上西網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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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